什么动物可以成为黄鼠狼的克星? 当然,我们不能张口就说狮虎 作为天敌,除了要有共同的栖息环境 双方还必须存在捕狮关系 所以我们首先要排除的 就是捕狮大型猎物的大型猫科动物 其次,黄鼠狼身手敏捷 在小型捕狮者当中 他们的速度和耐力都很惊人 想要完全克制黄鼠狼 必须要有更快的攻击速度 再者,有颗动物普遍都善于以小博大 黄鼠狼也不例外 它们经常捕食体型数倍大的野兔 所以拿捏黄鼠狼 体型还必须明显占优 反正以上三个原则 三种动物基本可以称之为黄鼠狼的克星 第一,小型犬科动物 大型犬科动物通常捕食大型猎物 而小型犬科动物的食谱则更为丰富 比如,像蛇狼狼狼和狐狸 它们经常捕食田鼠,同黄鼠狼有着共同的栖息环境 并且,小型犬科动物身手极其敏捷 而体型又能对黄鼠狼绝对碾压 所以,小型犬科动物是不折不扣的克星 第二,大型犬科动物 犬科动物大多接近水边生存 小型犬科动物也有下水捕食的习惯 拥有共同的栖息环境 大型犬科动物是捕杀黄鼠狼的高手 长长的颈部提供了极快的攻击速度 坚硬而锋利的会诱施猎的力气 所以在大型犬科动物面前 黄鼠狼基本没有抗争的能力 第三,大型鹰科动物 同猛禽作战 这原本就不是一场公平决斗 因为地上跑得永远快不过天上飞着 而整个雕亚科当中 体型巨大的猛禽种类很多 猛雕可以捕食狐狼 金雕能够杀死狐狸 就连狂亚科当中的绝大多数 都称得上是又科又鼠动物的天敌 所以对于黄鼠狼而言 大型鹰科动物也是名副其实的克星